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国网络军事频道扬言 这个日本只要敢干预台海的话 准备用核弹毁灭日本 那这样的中日关系 一方面非常紧绷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 拜登的对外战略 现在看起来呢 接二连三的制裁 准备要开始启动 拜登首先先警告了 在香港的美国企业 说他准备扩大制裁 然后国卿布林肯 他直接说 美国企业如果没有退出新疆的话 就违法 然后商务部跟老美 现在点名的是中国的记忆体 长江存储 那他很有可能变成新轮的黑名单 拜登上任以来呢 一直对于香港方面呢 比较没有明确而强抑 跟川普更进一步的做法 但是最近金融时报讲说 最近在本周 甚至这几天 拜登就会针对香港 尤其是特别是香港的美国企业 做出强烈的警告 甚至会有一些扩大对中国的制裁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现在发现 中国现在针对在香港呢 香港的美桥商会呢 大概还有1200个会员 有282家美国企业 区域总部 能设在香港 所以中国现在呢 要设定一个反外国制裁法 针对过去被制裁状况呢 要反反制裁 而这反反制裁里面 会要求这些外国企业 在香港交出你们的资料 交出你们的资讯 所以面对中国这样子的话 所以拜登认为说 这个时候 美国的企业 你在香港 你要面对更多的状况 你要做出一个选择 细节是什么 怎么选择 怎么对中国继续制裁 要等着拜登这个礼拜 做出宣示 但是呢 对于新疆就更明确了 布林肯出面之后 是由美国首次国务院 然后商务部 国土安全部 然后贸易代表属 劳动部 劳工部 五大部会 同时提出了一个 新疆供应链商业的一个指引 这个指引里面 明确的定义说 在新疆是有破坏人权 与种族灭绝 这样的罪行 这是正式官方文件 认为是种族灭绝了 所以要求美国的企业 跟新疆所有的供应链 或者正在投资的美国企业 通通停止下来 通通退出新疆 不然会违反到美国的法律 会受到美国的层次 所以等于是要把美国 在这方面跟中国的关系 在新疆方面切得更清楚 而在此同时呢 美国的FCC呢 也通过了一个 537亿台币的一个预算 这个预算是什么 要在美国本土内部 华为还有中勋通讯 过去那些电信设备 政府出钱 协助你通通的把它给清除掉 事实上呢 美国就一直觉得说 中国这些状况 很可能呢 中国这些电信设备 在美国那边会造成的是 操纵 截断 甚至故障 影响美国国安 当时就算说 需要大概是18亿 3700万美元 大概就是差不多500多亿 台币的这个钱呢 结果一次通过 通通要把它拿掉 而且在此时时刻 因为拜登还在组织新政府 他用了人选 提名了一个商务部 工业及安全的市长 也很有意思 因为他提的一个是 美国前国防部的官员 他叫做埃斯特维斯 埃斯特维斯他在国防部工作 36年 专门处理的就是 国家安全的部分 是资深的国防部关联 他过去的时候 在美国的外国投资的 投审会里面 就是代表国防部 针对国家安全 现在拜登直接叫他 你过来到商务部去 直接监控 让这个部分做得更清楚 而另外呢 美国的海军部长呢 也正在提名中 而这新提名的这个托罗人呢 在国会提政的时候 取得国会认证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宣誓 未来台海只要发生状况 美国海军将以所有可能性 所有的方式保卫台湾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美国 针对中国的态势 不管是军事科技技术上 都做得更严格的防范 然后这个时候 除了这些论完之外 布林肯呢 去了欧洲 接下来他即将 去跟东协十国 做视讯高峰会议 然后东协也拉到 抗中的行业里面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